土城丁普捷運站正對面 禮拜六下午 這輛紅色轎車 失控一連撞了15輛的汽機車 想移車根本移不了 因為轎車輪胎都撞爆了 卡在另一輛轎車車底 而天方在一旁的機車 也受到波及 就像保齡球一樣拳道 身穿黑色背心的零星男子 就是肇事駕駛 當時開車載著兩名女性友人 行行土城莊入四段 他聲稱 當時副駕駛座的朋友 用手機導航 手機卻不慎滑落到駕駛座油門附近 男子左手握著方向盤 右手試圖去撿手機 卻操控不慎 质量轎車往右偏 先撞轎車再撞機車 被害車主聽到強烈撞機聲 跑出來看 現場亂成一團一臉無奈 然後這個駕駛 也是因為要撿死這支手機 把它不慎 然後打偏的方向盤 撞到路邊的車子 幸好這起車禍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這一撞 數量七機車遭波及 肇事者得一一跟被害車主談 賠償責任 記者郭仙陽受講 新媒體報導 有種人生命的 知道了 你不忍耐 要不忍耐 那 你不忍耐